欢迎收看第221期北静不静音 我们今天先从221这个数字聊起 公元221年 那一年是中国那片是三国时期 发生什么事呢 刘备称帝 那么刘备称帝这个事情 我们就从这开始 结合今天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性 很多人呢 因为我听到一些声音啊 就跟我说 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很难被推翻掉 这个天呢很难变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手里有兵 他们手里有枪 其实我们往回看啊 看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 这个统治者 他失去天下的时候 他是手里就是没有兵了吗 其实大部分都不是 还是有兵的 但是为什么会失去天下呢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这个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性 我们先从三国兽开始啊 把那个故事讲完 刘备称帝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说刘备啊 最开始我们都知道 一介草民编草邪的 但是呢他姓刘 祖上呢就是这个 网上刀啊 就是非说自己是这个皇亲国戚之后 跟这个汉高祖刘邦是一阵的 所以呢从这儿呢 天下大乱的时候 刘备啊 起义 拉了一支队伍 但是呢他就得找一个 当时就得找一个合法性 他还不是一个执政合法性 他得找一个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 所以他找的是什么呢 他说他自己是 当今皇上的当时这个 县帝的叔叔 对吧 是一个刘皇叔 找了这么一个辈分 所以呢等于他也是刘家人 他就要匡扶汉氏 因为呢这个汉宪帝呢 被谁劫持了呢 被这个所谓的曹操啊 曹贼劫持了 曹操就很聪明啊 这个他的曹操的这个执政合法性 找的就是 邪天子以令诸侯 对吧 我没有造反 我的这个尊的这个皇帝 还是汉朝 还是这个汉宪帝 我呢是他的大臣 但是呢天下大乱啊 需要一个能臣出来 我就是这个能臣 所以呢我 我也是匡扶汉氏啊 我在平定这个天下的战乱 这是曹操找到的 执政合法性 那么我们说三国 对吧 孙权这边 孙权这边之前 他哥哥孙策啊 他爸是孙坚 孙坚是这个 这个这个 早的这个去抗击 黄金取义的人 所以呢孙权他们这一帧呢 偏安这个东吴这边 他们找到的执政合法性呢 就是继承他 他父亲啊 孙坚的那个遗志 还是要做这个事情 那么刘备 我们就先说回刘备了啊 刘备找到的这个合法性 就是说 我是正宗 那我是这个皇叔 我是刘皇叔 所以呢曹操呢 你是邪天子以令诸侯的 所以你是一个曹贼 你最终是要篡夺天下的 所以我要讨伐你 这是刘备找到的合法性 那么曹操打过来 我们都知道之前的赤壁之战 那么刘备啊 没有立足之地和孙权结盟 那那个时候呢 孙权呢 还把荆州借给刘备 那时候孙权跟刘备说过一个话 就说我们一起去图谋 益州 益州就是现在大概四川那个地方 我们图谋益州 益州那个时候掌权的人是谁呢 是刘章 刘章也 大家一听就知道 刘家仁 也是这个皇亲国戚 那么呢 这个 刘备就说不行 我们 我跟刘章 我们是同宗 我们我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你给这么一个理由 孙权肯定不好说什么了 那我们就 先一起抗击 曹贼 所以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打赢之后呢 刘备就 从这个 荆州这个地方啊 挥师 往西进 就去了益州 顺着这个长江啊 上去 到益州之后呢 他就用了一些手段 等于最后把这个刘章的 这个地盘 就自己给侵吞了 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为 为其实当时的天下 所不齿 那很多人觉得你这个 说刘备嘛 也有人管刘备 叫大耳贼 那你骂曹操是曹贼 其实你也是贼 你也是为了窃取这个天下 好 那么刘备占据了这个益州之后 那就是在蜀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孙权在吾这个地方 然后刘备这个荆州呢 一直没还 没还呢 孙权就说 那肯定有意见啊 对吧 你这个 我们一起抗击曹操的 那我把荆州借给你 你现在占了益州呢 你荆州还不还给我 当时呢 你还给我这么多 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所以呢 这个中间就产生了一些摩擦 然后随着这个 这个这个时间往后推移啊 孙权终于动手了 那把这个荆州给夺回来了 夺回来之后呢 导致了这个关羽的死亡 这个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 然后北边呢 就是曹操也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曹丕 最终还是把这个汉室给终结了 那篡夺了 他自己终于称帝了 成了这个魏国 那么曹丕称帝之后 马上就是到了这个二 公元二二一年 刘备也称帝了 刘备称帝的时候 其实当时他有很多大臣去劝他 就是说啊 你的祖先 对吧 你汉朝的老祖宗 汉高祖刘邦 说刘邦是什么时候称的皇帝 说他跟项羽约定 对吧 我们反秦 谁先打到咸阳 谁去称这个帝 说你刘备呢 你现在并没有去真正的打回到这个长安去 你没有说去把这个汉先帝救出来 或者怎么样 你没有去做这个匡扶汉士的事情 你没有成功 你自己就反而称帝了 这个是 这个天下是会有问题的 对你这个做法 你这个执政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但是刘备他们用了一个什么计谋呢 就是在益州那个地方 去广泛的散播谣言 就说汉先帝死了 曹丕篡位 那么汉先帝呢 遭到了不测 所以呢 这个汉朝的这个血脉呢 现在只能由我刘备来继承了 所以他用的方式呢 就是也是有先例的 对吧 我们都知道 西汉灭亡之后 东汉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刘秀 那么刘秀呢 他等于是刘备就想学刘秀 那意思我们都是刘家人 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要重新建立一个 类似一个新阶段的汉朝 我是还是有这个执政合法性的 那么刘备称帝之后呢 他就为了巩固这个 他的这个地位啊 巩固一个这个人心 他就要对外 但是这时候他做错了一个事 他并没有去北伐 就是后来诸葛亮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北伐 他呢反而去往东 他去打这个东吴去了 就是说你把我这个异地啊 关羽害死了 我要去报仇 他等于去打东吴了 那后这个仪陵之战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 刘备 蜀汉惨败 惨败之后 两年之后 二十三年 刘备就死了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是等于你看 在他要去打东吴的时候呢 这个孙权做了一个什么事 孙权反而向北边啊 向曹丕称帝 那不是不是 说错了啊 不是向曹丕称 向曹丕称臣 就是孙 孙权自认 我是你的臣 曹丕接受了 但是其实当时内部呢 魏国也有人说啊 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 一块先把东吴灭了 那么剩下这个刘备 这持有一周一地之险 并不足以为惧了 但是呢 曹丕并没有听这个劝阻啊 就是允许了这个 放纵了这个孙权 所以呢 任由这个 这个这个东吴和蜀汉 去打了一仗 所以我们从这去分析啊 就是自古以来 这个执政合法性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时候呢 不是说你手里有兵 我就可以去镇压 你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你像现在的 就是当今的世界啊 基本上先进的这些西方国家 它的政府都是一种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呢 就是我 我有这个选民选票出来 我是为了人民去服务的 对吧 中国还不是啊 虽然口头上是说是 为人民服务 但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专制统治 它还不是服务型政府 它是一个统治型政府 那么再往前推呢 就像刚才我讲的 三国是一种古代的时候 它都是一种统治的 那你要统治一些人呢 你就要一个说法 就是我为什么能统治你 为什么我是统治阶级 你是被统治阶级 那么中国的古代时候 都是一般都说 哎我奉天命 对吧 我是天子 那么天这个事情呢 就是玄之又玄的 它基本汉朝 在三国内是200多年了 200多年呢 它老百姓 当然有这么一个惯性 他就觉得呢 汉朝这是正宗 对吧 那么汉朝的天子呢 我们都应该去遵从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合法性的 它是靠过去这一两百年 积累下来的 那你想扭转这个情况 是非常困难的啊 你扭转之后 你就会遭到一个天下的 一个反扑 所以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江山就坐不稳 这就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 重要性啊 所以我们从那呢 分析到今天这个局面 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什么 啊 它不可能像过去似的 我是这个天命招招 所以我有这个天命 来去做一个统治 这不可能 所以它还是要讲很多啊 表面上我们为人民服务啊 我们是公仆啊 我们是这个 要搞这个阶级平等啊 对吧 人人平等 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啊 甚至共产主义 它就要编织这么一整套的谎言 所以马克思这个主义 呃 习近平也说了 对吧 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魂 魂根 它不能 不能丢失的 因为这个东西丢失了之后 它的合法性就存疑了 那这个东西不丢失呢 好 你之前已经七十多年过去了 那你用这一套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这一套 阶级斗争这一套 你再也骗不过去了 实际上在文革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快骗不过去了 因为经济濒临崩溃了 但是呢 又又续了一个命 啊 这整个全球化的浪潮起来 在这个西方这些国家 欧盟啊 日本美国的 啊 你不管他是幼稚啊 还是他贪婪啊 各种各样原因 对吧 纵容你 中国 可以成为世界工厂 你又发展了 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那这里边呢 你挣到钱之后 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 这个就是 中国共产党剩下的 唯一的执政合法性 所以你看他现在在讲啊 我们去 他又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对吧 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几千年的历史 好像他是从那儿去 继承一个法统 道统 但不是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虚的 因为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 摊开来讲 因为你讲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的时候啊 你就有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 你比如说西藏 它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 对吧 你比如新疆那块土地 它也不是你历朝历代 就都是属于你的 都不是 包括台湾也不是 所以你讲这些 中国几千年 你说你继承过来的话 那你有可能这些地方 或者这些民族 你是继承不了的 你对他们没有一个 这种统治上的执政合法性 这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东西很虚 我们落到实处来说 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还是只有一条 就是刚才那些东西啊 马列主义 阶级斗争 平等 这些都没有 什么中华传统文化 这些也没有 它只剩一条 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才会拥护你 才会去认这个 你统治我们 暂时 虽然你表面上说的是服务我们 但我们也都知道你统治我们 但是呢 我有口饭吃 我还不错 我就纵容了这个事了 这就是目前中国人的认知水平啊 就到这儿 不用去苛责 这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 如果你让老百姓连 连饭都吃不饱 日子都过不好的话 那你唯一的执政合法性就没有了 那么没有了执政合法性之后 你手里光拿着什么兵啊 拿着枪啊 这是没用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再说回三国时期 说这个刘备蜀汉的例子啊 刘备死后 诸葛亮五次啊 最后 五次北伐 对吧 六出齐山 最后失败 其实他那个时候啊 是 这整个蜀汉 其实挺惨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四川的人 你生活在三国时期 一周的一个人 其实这个天下 汉朝的天下 统一与否 延续与否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没有关系 我就生活在 比如成都 我就过一好日子 我为什么要被征兵 我去北伐 我都没去过那些地方 对吧 甘肃了 天水了 长安了 这些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成都活得好好的 然后你这个 刘备来了 诸葛亮来了 你们有一个什么匡复汉室的大义 我 我的儿子 我的父亲 我的亲戚 我所有这些男丁 就要去征服 去当兵 去送死呢 所以这个东西是讲不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即便用这种强力的征兵的手段 到最后 他这个社会的动员性是没有了 到最后是没有了 所以这是最后 刘备 完全的 输掉了这个天下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他在执政合法性上完全被动摇了 我们再说回来了啊 说回到这个中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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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不要从说他手里有强大的军队 警察啊 维稳力量啊 这些东西 从不要从这儿去去入手 觉得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不可能被推翻 不是的 你只从执政合法性上这一条来分析 这是一个冥冥之中啊 也不能叫悬之又悬 其实就冥冥之中的一种一种力量 它是一种规律 实际上一个社会的组成啊 每一个人都会在里边去贡献这种这种这种力量啊 所以就是当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去反思 那就凭什么你做天下 凭什么你去当这个官 对吧 因为任何的宣传 任何在这个执政合法性上的宣传 最后都会砸起石头 就是搬起石头砸起你的脚 你比如刘备啊 他们会宣传说啊 我要匡扶汉市啊 我要这个恢复汉朝的这个基业 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你的执政合法性的时候 你最后啊 你比如说你诸葛亮一次次北伐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 就是他已经没有力量去北伐了 但是他还要去做 他还要去北伐 他还要去打这个仗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不这么做 不这么做 就跟他之前宣传的完全相悖 他就没有了这个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把他之前啊 昧着良心也好 去夸张也好 去宣传那些东西 他一定要努力去实现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耗掉他所有的国力 和他所有的国运 那么中华人民国国现在也是这样 你现在去宣传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的这个什么统一之类的 你这么去宣传 你就一定要去这么做 因为你把自己去矿在这个牢笼里了 你没有办法挣脱 所以台湾他一定要去打 他一定要去想办法拿回来 因为你就是这么宣传的 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的老百姓都不敢 你讲任何的故事 老百姓是很傻的 他不会去听那么多的深层的分析 对吧 你最早你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他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 他就相信你了 你没做到的时候 他就是有怨气的 对吧 你的这个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那么好 现在老百姓理解 那就是让我有更好的日子过就行了 更深的道理他们不懂 但是当日子越来越难过的时候 他也明白 你这一套也是在骗我 他又积攒怨气 也要推翻你 所以后面啊 整个这个中华民族是什么样的 你又去骗他 那整个这个中国是这个大一统 几千年历史是什么样的 你又全都是修改这些历史教材啊 修改这些历史啊 你去骗他 那骗到最后呢 总有一天真相大白 你打不回台湾 你干不了这个事情 中华民族也没有办法伟大复兴 你在全世界上 你最后就越来越孤立 你连国门都出不去了 你连生意都没得做 你日子过得越来越惨 到那一天 老百姓就会 认为啊 你的中国共产党 你的气数已尽 你所有的 从你诞生 到现在一百多年时间 你宣传的所有的执政合法性的东西 都荡然无存了 那时候你还能找出新的执政合法性吗 没有了 如果你只剩下枪和兵去做这个维稳 那天下绝对是做不长久的 我们可以参考历朝历代的例子 没有一个天下是可以这么做下去的 所以执政合法性非常重要 当然了 你最好是诚实的去经营你这个所谓的执政合法性 并且努力的去做到 其实这就是民选政府在做的事情 西方世界 对吧 我上台之前 我去竞选的时候 我去 做了很多的承诺 对吧 然后你把选票给我 我上去之后 我就要把我这些承诺 以政策的和这个法律的方式 我去贯彻下去 对吧 我要做到 我做不到的时候 那我这个民调就下降 最后我有可能会被别的反对党取代 就这么简单 那么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其实也是这样 也会面临这一天 就是老百姓终于发现 你所有的承诺都做不到了 你新的承诺更扯 那么到那一天 你完全失去民意的时候 他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